三重重阳国小领养了两只狗狗 而这两只校犬不但曾经是毕业生集体创作的主角 而现在更成为校定课程的助教 校长和老师透过指导学生认识校犬 让他们进一步学习爱护动物 重阳国小有两只深受虚身喜爱的校犬 这两只领养而来的喵喵跟小花 现在成为了学校校定课程的主角 带领学生尊重生命爱护动物 前阵子有一个那个民种猫的事 就顺便跟他们讨论 然后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因为其实因为现在宠物好像很容易被养 但是就是变弃养的也很多 造成一些就是环境的伤害 其实也是伤害生命 还是让他们更珍惜那个每一个生命 然后如果长大机会有机会去领养 而不是去购买会更好这样子 这是我觉得最温馨感的人 就是每个人都一长大以后 像现在你如果想要回到妈妈的地方就叫回羊交 它是从那边去把它领养出来的 在校长跟老师们用心编排课程内容下 学生不但知道以领养来代替购买的重要性 也学习到未来如果领养宠物 要好好照顾他们一辈子 我今天下完这一堂课后 我觉得羊宠物需要 只要取舍金钱案时间 所以不要冲动的领养宠物 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照顾与陪伴他一辈子才行哦 从认识狗狗到了解两只孝犬的生命故事 老师除了设计有趣的有讲问答 最后喵喵跟小花还跟学生进行互动 让学生更知道如何跟狗狗相处 记者房间卡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